作词曲 李宗盛 作曲 李宗盛 作曲 李宗盛 作曲 李宗盛 这个蠢东西倒要算个灵物 像当初女娲补天的时候 炼了三万六千五百零一块石头 可就偏偏这一块被剩下了没有被用下了 那你现在带他到哪里去呢 现在人世间正有一段风流战需要领结 而我正好趁这个机会将他带下去 不下去经历一番 他又怎么知道人世间的苦难呢 哪里欠下的风流债要来还呢 这件事情说起来 我在天上几千年都没有听说过 原来在西方的灵河岸上的三绳石边 有一颗酱猪草 前世受到了赤霞公神英侍者的灌溉 因此他要再下一世在凡间用一生的泪来还他 好痴尽 哪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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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先生 这个名字怎么少一笔 为什么不写全呢 因为 小姐 莫再伤心了 小姐 小姐 大人 宇村来了 不知道大人叫晚辈来有什么事吗 坐 宇村 宇村 这段时间多有怠慢 我曾听你说起过 你想去京城谋个官座 晚生是有这个打算 正想过来拜别大人 准备北上 请 这样正好 卓京刚刚去世 我岳母在京 挂念小女无人照料 她已经派了人坐船来接 不瞒你说 我想让你跟黛玉一起进京 这样路上也好有个照顾 晚生一定照拜 大人可以发心了 这里 我给你写了一封举荐信 到了京城 你拿着我给你写的这封举荐信 去找黛玉的舅舅 他是 容国府的郑老爷 倒是他会好好安排你的 容国府 门第显规 无人不知 如能代为引荐 那就是晚生我天大的造化 大人 恕我在斗胆问一句 尊夫人的名讳 可是单名一个名字 正是 怎么了 这就是了 难怪令爱每次写到这个名字 都会减去一两笔 晚生一直不知道是什么原因 我这个女儿啊 自幼聪明 而且这孩子又很孝顺 没想到 如今她还要去寄人篱下 我心里实在是不舍呀 好 谢谢 当然 黛玉 你先坐下 爹有话跟你说 你明天就要动身了 爹爹再见你 也不知要到何年何月 女儿不想去 只想陪在爹爹身边 爹一年将半百 你娘这时候离我而去 我也不想再续闲了 你身体又不好 现在既没有亲娘教育 也没有子弟兄妹扶持 叫我于心何人哪 你外祖母接你去 一来是想照顾你 二来也算是抚慰一下他老人家的丧烈之痛 如果你执意不去的话 伤了老人家的心 爹心里也难受啊 爹爹不要难过 女儿去就是了 爹这一生最在乎的就是一个情子 我这心里面 最放心不下的就是你和你娘 如今你娘舍我先去了 你又要远赴京城 看来这情子 的确是世间治苦啊 孩子 你要记住 人生在世 凡事 不可过于执迷啊 女儿 有 呜 要 要 去 到 阿嬷 中文字幕——Y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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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稻香 肯定是出入不好的 一定是出入不好的 姑娘好 姑娘 请 我 你 我 你 我 我 你 你 你 我 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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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 你 我 你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我的心肝宝贝呀 我总算见到你了 这是你的大舅妈 大舅妈 这是你的二舅妈 二舅妈 这是你仙朱大哥的媳妇朱大嫂 朱大嫂 朱大嫂 妹妹 快去把姑娘们都叫来 今天家里有远客 他们可以不去上学了 是 一路上好不好 坐船习惯不习惯呢 一路上挺好的 知道你要来 我是天天的盼呢 在我的儿女里 我最疼爱的就是你母亲了 可是我怎么也没想到 他会走在我的前头 我连最后一面都没见到 现在看见了你 我怎么能不伤心 孩子 你别难受了 别难过啊 你到了这儿 就是到了自己的家 姑娘们来了 这是你们姑妈的女儿 黛玉 这是我的三个孙女 盈春 探春和西春 坐 我看你的身子有点虚 平时你都喝些什么药啊 有什么药注意的 你先告诉我 我会让人给你调理 我从小就这样 从会吃饭就吃药 不知看了多少名医 总不见好 记得那年 来了一个赖头和尚 说要化我去出家 我父母自然是不同意的 他又说 既舍不得他 只怕这病 一辈子也好不了了 若要好 除非从此不许听见哭声 除了父母之外 外星亲人一概不见 疯疯癫癫的说了许多 也没人理他 如今还吃人参养绒完 这正好 我这儿正在配着药丸呢 一会儿叫他们 多配一料就是了 我来晚了 错过了银远客 你不认着他 他是我们这里有名的 剥皮剥了户 南方人俗称辣子 你就叫他凤辣子好了 老祖宗 这天底下 就有这么标致的人 我今天算是见识了 况且啊 我看他这通身的气质 这不像是老祖宗的外孙女 倒像是狄亲的孙女 怪不得老祖宗 天天口头心上的说呢 可怜我这妹妹命苦啊 姑妈偏偏又这么早就去了 我才好你又来招惹我 你妹妹大老远的来身体又不好 快别提这事了 免得她心里难受 那是 我这一见了妹妹啊 一心都在她身上 又是欢喜又是伤心的 差点把老太太给忘了 该打 该打 妹妹 妹妹多大了 可曾上过学啊 在这里可千万不要想家 要是喜欢什么吃的玩的 尽管跟我说 这些个丫头婆子 谁要是欺负你啊 也尽管跟我说 你快带林妹妹去见两个舅舅吧 是 太太还没来 姑娘先坐会儿吧 太太还没来 姑娘先坐会儿吧 坐吧 你舅舅今天摘进去 就改天再见吧 只是我这里有一些话 要嘱咐你 我有一个逆根祸胎 是这家里的混世魔王 今天到庙里还愿去了 还没有回来 晚上你见到了就知道了 以后啊 你千万别搭理她 你这里别的姐妹们 也是不敢招惹她的 舅母说的 是不是那位嫌疑而生的表兄 我在家的时候 常听母亲提起 我这位哥哥比我大一岁 小名就叫宝玉 性格虽然贪玩 说是带姐妹们是极好的 我这次来 我这次来 自然是和姐妹们住在一起 兄弟们自有兄弟们的住处 那里谈得上 招惹她的道理 你是不知道这里的缘故 她呀 跟别人是不一样的 她从小有老太太疼爱 是和那些姐妹们一起交养惯了的 如果姐妹们不理她的话 她倒也安静 太太 老太太那里传晚饭了 好 回头再跟你说吧 先去吃饭 嗯 妹妹 来来来 坐在老祖祖旁边 这怎么行 有长辈在这儿 我还是去那边跟姐妹们坐一块吧 你舅母和嫂子都不在这儿吃饭 你看你是客人应当这么做 你们也坐下吧 哎 你们回去吧 我妈还要说会儿话 嗯 你们回去吧 好 好 来 来 带月 平时你在家里念过什么书啊 刚念了四书 姐妹们都读什么书呢 啊 他们读什么书啊 只不过啊 认得几个字而已 不坐睁眼瞎 宝玉来了 我看啊 真奇怪 怎么这么眼熟 好像在哪里见过一样 这个妹妹我好像以前见过 真是胡说 你妹妹一直在江南 你怎么见过她呢 虽然没见过 但是我看着面熟 心里就像是旧相识 今天就当作远别重逢 也没什么不好的 挺好挺好的 这样你们相处啊 就会更加和睦了 妹妹可曾读过书 不曾读书 只不过上过几年学 大概认得几个字 妹妹可有婊子 没有 这样的话 我送妹妹一个妙子 平平就是很好 平平二字怎么说 古今人物通考上面说 西方有时明代 可待画眉之末 林妹妹民间若促 取平平二字 岂不妙 谁知道你又是从哪里度转来的 除四叔以外 其他的都是度转 别人都度转 为什么我不能度转 妹妹有欲没有 我没有欲 你的欲是个稀罕东西 哪里是人用都能有的呢 什么破东西 念人的高下都分不出来 还说什么通灵不通灵 我也不要他了 你这个混账东西 你要生气打人骂人都可以 怎么可以摔了命根子呢 家里的姐姐妹妹都没有 就我有 本来就没什么意思 如今来了一个神仙似的妹妹 也没有 可见就不是一个好东西 要它也没有用 你妹妹原来也是有一块玉的 后来 因为你姑妈去世了 她喜欢你妹妹 就把那块玉带走了 这一来呢 全当 你妹妹尽得小心 二来呢 你姑妈在阴间 就像见到了你妹妹的意思 所以她才说没有 快戴上吧 不然让你妈妈知道了 又得骂你 来 你别怕 她就是这么个脾气 来人哪 你们 把宝玉的东西搬到我的暖箱盒里去 让林姑娘住在碧沙厨 等冬天过去了 我再给你们收拾房间 重新安置一下 老祖宗 住得好好的 为什么要搬出去啊 我这搬出去了 又该吵得老祖宗不安静了 你是怕我管着你吧 那这样吧 你们一人一个奶娘一个丫头 其他的人呢就在外面听使唤 是 大月你带的人呢 这是雪燕和薄嬷嬷 见过老祖宗 一个太老 一个又太小 英哥 你也去伺候一下林姑娘 是 姑娘怎么还不睡 姐姐请坐 姑娘在这里伤心呢 一边流泪一边说 我今天才来 就惹得你们家二爷哥不高兴 万一把那块玉摔坏了 我的罪过岂不是就大了吗 我呀好不容易才把它劝好了 让她别往心里去呢 这点小事姑娘千万别放在心上 就只当是闹了个笑话 将来呀 只怕比这还奇怪的笑话还有呢 你要是为了这个伤心 那将来只怕是没完没了了 快别伤心了 姐姐说话 我记住就是了 只是 那玉究竟是个什么来历呢 听说上头好像还有字 我们谁也不知道这玉的来历 只是听说宝玉出生的时候 这块玉就一起带来了 上面还有现成的穿绳的洞 也是有字的 这样我拿过来姑娘瞧瞧就是了 姐姐算了 现在已经这么晚了 来日方长 还是改天再看吧 是啊 我光顾着说话了 时候也不早了 姑娘早点睡吧 林妹妹呢 姑娘要睡了 好 那我就明天再来吧 姑娘这些天辛苦了 好不容易才到了 怎么还不困吗 老太太这里人多 姑娘今天才来 难免会有些拘束的 过几天习惯就好了 我们姑娘一向都是喜欢安静的 许燕 这还不好办 明天我就去禀报老太太 让他们赶紧给姑娘收拾出一间屋子来 不用等到明年开春了 姐姐千万别 这里就很好 这也没什么大不了的 就是老太太的一声吩咐罢了 姐姐的心意我知道 若是跟老太太说 必定是吩咐下去的 只是 我才刚来 就这样心事动众 让下人看着不像话 我自己也觉得难为亲 那也好 就先在这儿住上几天 都听姑娘的 姑娘 可以睡了 雪燕妹妹也一定辛苦了 赶快去睡吧 这里有我伺候姑娘就可以了 是姑娘 老太太说了 姑娘想什么 要什么 喜欢什么 不喜欢什么 要我不用姑娘吩咐就马上知道 知道了不等姑娘开头就马上去做 姑娘要是受了什么委屈 千万要告诉我 不要藏在心里 这也是老太太的一番好意 让我随时跟着姑娘听姑娘的使唤 今后要是我话多了 姑娘可要多担待些 千万可不要嫌我啰嗦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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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待会儿 老祖宗 宝玉啊 你来得正好 我这儿呢 正煮着茶呢 你们两个喝几杯暖暖身子 一会儿啊 带你妹妹 到花园去看梅花 现在正是梅花开得欢畅的时候 侯妹妹 你喜欢什么花 我们这里别的不敢跟江南比 这梅花可算是不错的 江南梅花虽少 我还一直挺喜欢的 你们兴致这么高啊 那我跟你们一起去 好啊 老祖宗 快去啊 走走走走 瞧着梅花开得多好 老祖宗 你看那边 没有太太们伺候 我们玩的还随便点 这个好看 你看这个 是 好漂亮 这梅花不能开得太密 今年的花宝就大得不密 所以今年的梅花啊 开得就比往年好 哎 梅花开了 这春天就来了 一年又过去了 带玉啊 你说啊 这梅花好不好看呢 好是好 只是我更喜欢这梅树的枯枝 看这笔花更有意思 妹妹说得果然对 这枯枝细看 实在是比花还有一趣 俗人赏花只是看花 这雅致的人 才能看出这枝鸭的趣味来 我看这枝鸭的枝细看 你妹妹身子弱 看看我们就早点回去吧 没关系的 千万不要因为我 而坏了姐妹们赏花的兴致 不嘛 老祖宗 好容易出来了 我带其他的妹妹 再去其他的地转转 哎 我可觉得冷了 我回去了 哦 哎 您慢着点 您小心点 老太太说 她睡得晚 难免要使魂人做事 宝二爷也是喜欢 叽叽姑姑收花到半夜 老太太说 她最近看你瘦了些 现在天气也暖和了 让我们把这间屋子 给收拾出来 姑娘看看这里 你喜不喜欢 要是喜欢 我们就搬过来住 要是不喜欢 我们就还先住在 碧莎厨里吧 这里也还挺清静的 二爷说了好几次 说我的名字不好听 说鸳鸯 鸳鸣 珍珠 都是老太太喜欢的 要姑娘给我改个好名字 姑娘有想好的没有 她那么喜欢给人改名 为什么不让她给你改呢 二爷说了 她改容易 就两个字 她脑子一转 就一百多个 但是要合了姑娘的心意 才是我们主仆的情意 以后姑娘叫起来 才顺心呀 她就是喜欢 折腾出许多名堂 还非要死皮赖脸地 缠着别人照做 真不知道 是哪儿来的这些怪毛病 你看 那儿有个燕子窝 可惜是空的 现在还是冬天 等开春了就该回来了 春燕 紫燕 对了 以后我就叫你紫娟 好不好 姑娘觉得好就好 紫娟 雪燕 和我这名字 还倒像是一对 风公子 这边 这边 好 这就到了 嗯 风公子 听脸啊 好 风公子又来看你来了 我能不能和他单独说几句话 可以 可以 应联啊 哎 他到底是什么人 为什么要卖你 你 你是被他拐来的 他是我亲爹 你是从小被他打怕了吧 我说你有什么用啊 生个炉子都不会 吃我的喝我的 你干吗呢 你还哭 喊什么呢 我就是你亲爹 记住了 还哭 再哭 你放心 不出三日 我准备过来接你 封公子 看好了 封公子 封公子 你凤子 你准备过来 你ерь 你 那